云夏静止来到了搭铁铺 姑娘 你要的东西已经做好了 我马上去拿给你啊 姑娘 你的东西 云夏取出了自己提前备好的银子 一给老板后 便一刻不留地离开了 下一刻 夏绝却来到了搭铁铺 爷 这就是王妃 让小的帮她铸造的零件 去 给庄先生 让她开动脑筋拼凑一下 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如今之计 只能将她交给同样爱摆弄 这些零碎的庄叔手上 或许 庄叔能琢磨出王妃的小心思 为了避免别人生疑 云夏决定 连接零件得换个地方做 云夏如愿以偿地 找到了记忆中的搭铁铺 师父 我这里有一些非常精密的零件 需要你做出来 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出来 这二十两黄金是定金 事成之后 再给你八十两黄金 不过 你得守口如瓶 是是是 拿人钱财与人分忧 爷 又不要把这师父 抓起来口问一番 你这不长脑子的家伙 难道不知道打草会惊蛇吗 打铁铺收了重金 想必是接了大单子 兴许打铁铺要添加人手 这几日 你要密切留意他的动静 想办法把我们的人插入打铁铺 诺 打道回佛